財經焦點跟大家來聊聊 匯率 最近我們看美元獨強 美元指數是屢屢創下20年以來的新高 甚至是一度站上了110的關卡 可是最近反觀很多的亞洲貨幣 甚至是台幣 像今天就已經正式扁破了31元的關卡 但是我們就要來聊 對於一些你買在31元的投資人 是不是就因此解套了呢 我們就來觀察 在今天下午4點的最新台幣的收盤表現 貶值的幅度跟盤中相比有稍稍的收斂 貶值了1.98角 最後新台幣是收在31.088元 不過我們來回推一下 在今天的盤中 股會雙殺 今天隨著台股一度跌了超過300點 這個新台幣也跟著重貶了2.66角 最低的新台幣是見到了31.156元 這也是睽違三年來好久不見的一個 新低點31字頭 不過我們如果以今年台幣的高點到現在來看的話 等於說是不斷的往下扁 這個部分在今年1月中旬的時候 新台幣那個時候還有27.6元 是刷新了25年來的新高 結果之後就從地表最強的貨幣一路的走扁 如果你正買在新台幣對美元大概30到31元的投資人 你反而會很期待這樣的一個解套行情 我們就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這邊是根據央行的統計 其實如果以最近這十幾年來說的話 新台幣在2008 2009年 當時候金融海嘯的時候 一路狂扁 扁破了35元的關卡 結果就隨著市場回穩也就開始翻揚了 那在2011年這個時期是升破了三字頭 那最高甚至來到了28元的價位 那個時候是QE的尾聲了 也就是美國不斷的印鈔票那段時間 那接下來在2014年持續就在30元震盪 甚至2015年又往下扁了 所以按照這個折線圖是可以看到 台幣大概就是在30、32來來回回區間操作 甚至在今年的時候還一度見到了27字頭 我們就來看一下最近 為什麼我們說過去的兩年 新台幣會那麼樣的強 最主要是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 各國的主要國家都開始瘋狂的印鈔票 要來救他們的股會市 包含像是美國、日本還有歐洲都是如此 所以那個時候新台幣 我們就以最近兩年來看好了 在2020年的時候 最後一天12月31號的這個交易日 是收在28.5的 而甚至是直到今年的2月底 俄武戰爭開打之後 才終結了27字頭的榮景 所以在這個部分 很多的主管很多的銀行家 他們就分析了 其實以最近這10年的 美元、新台幣之間的關係來講 大概就是在30到31元的區間震盪 而這個部分也是很多持有美元的投資人 他們應該持有買進的一個價位 所以新冠疫情也讓台幣最高是見到了27嘛 但隨著美國的聯準會 今年啟動了升息循環 緊縮了貨幣 讓熱錢全部都回流到美國之後 新台幣就開始極貶了 而且今年以來這個貶幅是已經超過了10% 臨近國家 當然日本、韓國他們的貨幣也是相對的弱勢 從今天來看的話 日元對美元是一度貶到 逼近了145 之前是144 現在已經快到145了 那也讓日本的財務省 傅大臣、神田真人大聲疾呼啊 他對外喊話說政府不排除會對於日元的匯率波動 採取必要的措施 但目前看起來只是口頭上面干預局多了 但這個口頭也還蠻有效的 因為就讓日幣在盤中的時候微幅的直貶 至於我們來觀察我們的出口競爭對手韓國好了 韓元的話對美元貶到了也是接近1400元 是13年以來的新低 韓元今年以來也是匯率的這個重災國 因為在亞洲裡面 他的貶幅是最劇烈的 超過17個百分點 另外要問大家 你今年有沒有投資黃金 很多人都說買黃金抗通膨 但是今年這個口號似乎是已經失效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效益 因為呢 今年的黃金看起來 只有在惡物戰爭開打的初期 黃金是逆勢走陽的 漲破2000美元 但是一路以來就開始往下走了 所以如果以現階段的黃金期貨來說的話 他們隨著美元的強談 每盎司現在是面臨了1700美元的保衛戰 所以專家就提醒了 一旦黃金是跌破了1700美元 這個整數關卡恐怕就會變失速列車 加大跌勢 提醒想要投資黃金的觀眾朋友們 不要來進場抄短線 以上是這節的財經資訊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